hello 欢迎学习爬充车诊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在这个CNN当中操作这个cookie的话 在这个操作cookie的话 这个地方我列出来的四个这个操作接口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获取所有的cookie信息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getcookie词 后面加上s代表的是可以获取很多 所以它反过来的就是一个列表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变定这个列表把它给打印出来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cookie它的那个key获取那个value 就是你使用这个getcookie这个行数 那会你传一个key进去 它就会获取到这个key里面对应的那个cookie信息 第三个的话是删除所有的cookie delays all cookies 第四个的话就是删除某一个cookie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来针对这四个操作 来跟来讲解一下 好了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 这里看我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接口 就是换取所有cookie信息 好吧 for什么的cookie 因什么呢 in driver.getcookie getcookie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所有的cookie信息了 这地方我就来打印一下这个cookie 好 从这件事房子下 然后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 获取到这个cookie信息 它是只能够获取到单前这个浏览信 单前这个什么呢 单前这个百度这个网页里面的所有cookie信息 它并不能获取到其他网页当中的那个cookie信息 好吧 这个的话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百度这个玉米下面所有的cookie信息就已经被我们把它给读取出来了 对对就被我们读取出来了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是读到所有的cookie啊 然后的话你还可以什么呢 根据某一个cookie获取里面的值 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求获取啊 想要求获取 想要求获取什么呢 这个 看一下 或者叫这个啊 就是这个pstm这个故意里面的这个值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打印保存一下啊 或是我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打印 先把它给打印 打印完成以后 我再来打印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值 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类母是等于这个啊 pstm这个cookie值啊 保存一下 来运一下啊 好 那么在之前的话啊 这个类母等于这个pstm就是这个东西对吧 他获取到的这个值啊 就是这个cookie信息对不对 反过来的也是一个字典啊 反过来的也是一个字典啊 那么就是针对某个key 获取到这个cookie信息啊 或者这个cookie信息啊 好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啊 现在看下第四个吧 第四个的话是删除某一个cookie啊 删除某一个cookie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就来删除这个类母是等于这个pstm的这个cookie 好吧 那么我们啊 在删除之前 我们这个地方先来打印一下啊 打印完成又我啊 打印以后我再删除 删除又我再来打印一下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是那个driver点那什么的delay一下 cookie啊 这个我们来删除这个cookie信息 删除关注又我这次的我再来去获取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得到啊 好 这个地方来打印一下 复制分啊 拿到下面来 这个地方我再来打印一下啊 哎 在之前没有删除之前是不是已经有啊 上了之后的话就没有了啊 就没有了啊 这个的话就上出一个固点啊 上这个固点了吧 然后你还可以上出什么呢 上出所有的cooki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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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啊 dryver点那个delay一下 allcookie啊 保存下 然后再来重新运行啊 好 来看一下啊 我怎么去验证我这个所有的cookie信息全部都被删除掉了呢 来到这个地方啊 或是我们controllshave加delay一下啊 然后打开这个页面 打开这个页面以后再把这个把它给关掉啊 把它给关掉 然后来到这个内容设置这个地方 然后来到这个什么呢 cookie这个地方啊 然后再选择这个查看所有的cookie数据 在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没有cookie信息了啊 是不是就没有cookie信息了 看到没有 这个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cookie信息啊 那么如果啊 如果这个地方你不执行这个delay 叫allcookie这个操作 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百度它就会反过一大的cookie信息给你 好吧 那我们再来预计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 还是来 口证事要是在delay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关掉 然后的话呢 点一下这个内容设置啊 然后点一下这个cookie啊 然后的话 点一下这个查看所有的 cookie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有很多cookie信息的 哎 这是有两个 这个是有四个 对啊 这是四有四个哈 这个的话是在我们没有删除cookie的时候 他有这么多数据啊 那么一旦我们执行了这个操作啊 一旦执行的这个操作啊 就会把所有的cookie信息从流浪期当中全部都把它给删掉 全部都把它给干掉 对吧 再演示一下啊 再演示一下 那种设置啊 内容设置啊 cookie 对吧 来到查看所有的cookie 这个面试就没有了啊 没有了啊 没有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cookie信息就已经把它给删除掉了 对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是 那个对cookie的一些项目的操作好 就是有些时候你在这个使用这个浏览去去操作一些网约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去操作一些这种cookie 那么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些东西来完成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些就是关于操作这个cookie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